第一件事情 这个是月线 它扣底位置是比现在来的低 月线会助长 如果花开口向上 均线向上 等你股价才一个pocket 然后往上走的时候 它会助长 它很会助长 那整个季线呢 你来看 它之前为什么不会长 因为它季线扣底位置在高档 它会有往下跌的压力 所以一路盘整 你说你买 你从今年的1月2月买到现在里面 你不是吐血吐死了 对 季线扣底在这就高了嘛 对 那现在未来 问题是它未来扣这一段 OK 可是它季线会往上 所以这一档个股 10倍本益比不到的情况之中 那你大概就要留意哦 今年的第二季会比第一季 大幅获利成长5倍 它10倍本益比都不到 不到 大盘快20倍本益比了 20几倍 所以它的第二季的单季获利 是0.5元到0.6元 那你这样看 今年的下半年是不是忘记 对 那你这样一去算 它可以到1.8 好 这是第一档 那我们现在太阳的个股 我们来看 那太阳的个股里面都涨很多 那你就必须要去比 获利性 跟所谓它的一个机体上面 那我们来看 我们就随便做个举例哦 像2406的国所 第一季机报早就公布啦 为什么现在才涨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原因 大家刚刚盛姐谈到的股票 说要有耐性 你从3月4月5月6月报到现在 你还是没有赚钱啦 可是你从3月4月5月6月 一路看前线百分百 买的一些股票 你是不是赚得比它多 这就是速度嘛 我说赚钱有时候要补速度 那为什么会有速度 你来看 月线是不是扣底到低点 对对对 你之前买在这里 月线是扣底到高档啊 观众朋友 我们跟您讲 为什么属房姐常会讲说 月线扣底到哪里到哪里 来先看这个地方好不好 也就是说 你把电脑敲出来之后 月线是20天的平均成本线 看到它颜色吗 是绿色 季线是紫色 那就往下看 我们看到 这边有个绿色的小小三角形 往上画就是扣底位置 紫色的小小三角形 往上画就是季线扣底位置 属房姐画的就是这样 那你看你在之前 为什么你四月买 五月买 三月买都不会赚钱 因为它扣底这一段啊 最高点啊 对对对 没去就是没去 那现在会长的原因 就是它季线要扣低了嘛 那我们说太阳能都这么高 那本益比里面来讲 有些人很贵 那我说节能概念个股 一个是太阳能 一个是所谓的LED 那最近LED也很夯嘛 我说你叫各选一档 太阳能选一档 LED选一档 然后呢开始交叉座 那就会符合这样子 那我们来介绍这个是 它本身有太阳能 也有LED的概念个股 那我们要讲 很多LED的概念个股里面 本益比都是20 30倍以上 很高耶 那这一档个股 今年到目前的股价 是10倍本益比不到 那股价也还没有穿上 五月份的年增57% 那第一季 转亏为盈哦 它单季 先把这个数字记起来 你可以去比一下 很多第一季赚0.23元的LED 而且是在上游 请问金店现在多少钱 六十几块 赚的钱比它还少 第一季 金店赚多少 水一两瓶 这样子哦 那赚的比它多的 而且它目前股价 只有11块钱附近而已 委屈了 今年EPS呢 你看第一季是0.23 那它是在LED的淡季 LED第二季才是旺季 第三季也是旺季 那今年就可以赚到 1块3到1块5 附近的本益比只有8倍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 本益比越低 代表呢 有业基 但是股价没反应 股价委屈叫本益比 对 也就是先看 LED现在在夯了 它能在夯 你再从里面去选择 本益比的个问题 第一的 你看它也是从高档上面修整 是不是在这边 刚刚我们的那个 盛景有交个说 周线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 周OK 没有 周线 这边是不是打大底 低档报大量 时间拉长一点点 低档报大量 你看 这个大底 大底 大底 然后低档开始报大量 那我们来看这一档个股里面 就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换回日K 我今天在这个节目 除了要跟大家讲 什么叫耐性 耐性也要买的恰大好处 你不要一买一年后再涨 那就太累了 所以你知道 可能在近期里面就要挡 因为台北股市已经9000多点 那你来看它的月线 是不是扣最低 对 季线呢 即将扣完最高往低点扣 那这个未来就会加速 懂了 那你又是买在低档 未来又有加速的个股里面 才会如此 那集团的个股 你可以去选择还没有动的 像整个一个 最近友达集团 不是都在动了吗 那这些股票里面 你也可以留意 林阳集团的个股里面 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林阳集团 比较少听到 因为它都做王剧的 因为现在暑假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 所以刚刚谈到 这华清集团 台塑集团 红集团 现在都已经做了 那你就要留意 把人都会做 他还没做 那你就要留意 而且要进入旺季的 这个就会是比较好的方式 太好了 史芳姐其实在 教学过程当中 得到一个最大的启发 就是你一定要先做功课 先把那个强的 留紧什么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再去分类 然后人家长上来 他没长到的机会就在这 而且他得有业绩支撑 集团大家都做上去了 然后这个集团也要做 已经蠢蠢欲动的 与林最想分享 那接下来 唯一要比 比你才知道谁强谁弱 资金配置比重 刚刚在第二阶段 宇哥在讲的时候 我还特别注意到 还请教他 往常电子资金比重 都超过了八成八成 直到今天 你看 他明显退到 只剩七成二 那一定电子流出来的资金 被其他分到了 对不对 被谁 传产 传产往常 大概十百百百百百百 了不得了 今天来到了百分之十二 所以我大胆假设 是不是传产股 就像是汪杰所提到的 有部分的集团股也在传产 已经暖身了 要动了 传产的机会 为泰 当然我想第二季 还是会有一些个股 它会面临到五穷六绝 传统淡季的一个影响 所以会影响到市场上面的 一个投资信心 那么今天其实我稍微在盘中看了一下 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其实一度有低到七成以下 是哦 六成八到六成九左右 这样子如果到七成以下 它足足跌掉了 应该说流失掉了一成多 对 八成三到七成以下 然后再回头去看 金融股的比重还是不到五个percent 对 金融今天四到五percent 这是往常就是这样了 对 这其实确实有如同刚刚您所提到的 有部分的资金是转到传产的部分 对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讲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传统淡季的一个心理因素之外 事实上我们刚刚在第一阶段有提到 新台币的部分 对 目前看起来新台币确实有一点点出现 这种要呈现生殖的一个架构 生破30块 所以走生那就不利于电子 有利于传产 是 如果说这个生殖的一个趋势 一直持续到六月底的话 那大家就会开始去思考 那会不会有部分的电子股 可能会有一些汇损方面的一个隐忧 对哦 所以比较有认为机翼式的人 就会先把这个资金转到这个传产股上面 对 所以其实新台币的升值 我想应该是后续 我们必须要再持续做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如果说按照这样的逻辑 去做一个推敲的话 确实我们可以从传产股当中 找到一些 它有再去进行落底的一些族群跟类股 所以我们从类股指数去做一个切入的话 你发现到 包括像是食品类股的指数 塑胶类股的指数 造纸的指数 还有汽车指数的部分 就发现到 它的一个股价似乎没有再出现什么 往下再去做破底 维泰感谢你了 食品塑胶造纸汽车 您知道吗 它有两大特色 一个是维泰刚刚讲的 有没有看到它的底型 它的底型约瑞都出来了 得一点 得一点 如果你每天盯到了一点半 你会发现到 就是这几大类 无外乎就这几大类 指标股在拉尾盘拉尾盘 对不对 其实这几个族群 我们发现到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大概都是他们传统的旺季 对 你说食品股 大家到了这个 所谓的一个夏季 同一超 饮料 这是不是喝的特别的多 对 那接下来端午节过 还有中秋节 那都是一些 我们食品方面 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这个时间点 连现在那个歌手 明星 肖敬腾这些等等 都在广告食品饮料 可见的现在刚好 就是他们的旺季 对那塑胶其实下游的库存 其实还算相对的 比较低水位 所以其实塑胶的确 大概通常在这个 所谓的一个 第二季之后 会有一些下游 回补库存的可能性 那造指跟汽车 也是传统的旺季 尤其汽车刚刚余哥提到 这个农历7月之前 通常大家会 为了要抢便宜 会在那边时间点 去进行一个下单 OK 所以其实这些 指标股 简单看一下 食品股当中 包括像大成 它的均线 是呈现多方排列 那塑胶股当中 像是这个南亚 目前看起来 它的一个股价 有似乎要去挑战 前波段的一个高点 造指股当中 像是华子 永峰 渝跟荣城 尤其荣城的部分 最近可以观察到 投信在买潮 那其实在股当中 玉龙 中华车跟荷泰车 那如果说 讲到这种 从满面来看 中华车其实过去 外资持续在这边 进行这个加码 但是如果说 就股性来讲 比较活泼的是 核泰车 伟泰 您刚刚讲到的 投信 让我有点兴趣 守方姐说 过了9220 是那支抬头 然后您刚又说 有些投信 已经在布局 传产股 所以现在的投信 在第二季的布局当中 有没有一点点 从电子转向的 传产的味道 应该这样讲 传产股的比重 有开始往上做拉高 对我说 都从近期的一个 投信买超的一个 排行榜来看 以今天来看好了 包括像是买超第二名 买超在哪 浦峰 食品股的部分 是耶 润泰车 比较算是百货 百货相关 还有包括像台化 这个属于硕化 硕化相关 那宝城 还有像东检 这个硕化 还有融城 也是属于刚刚提到的赵子 所以确实 在这个投信 在布局 在内置在布局的时候 有开始把部分的资金 转到传产股身上 谢谢伟泰 不愧是追踪投信法人 非常精准的他 有些妹妹高高 训告呈现 您不能不知道 时间关系 士足赛 赶快 但你就看 明天要开打了 机器人 维安 他怎么做得到的 还有一点国内 现在巴西士足赛的赌盘 这得不得了 现在谁胜算的 吃麻辣锅 又喝酒 让你的胃不舒服了吗 还好 我有准备 极味腐蚀凝胶 极味腐蚀凝胶 迅速包覆您的胃 有效治疗客羊 极味腐蚀凝胶 为您 包括为一 完美融合三大概念车机 Infinity 250 创世诞生 老爸要出国了 要都在听妈妈的话 那是当男的 老公让你反正小心哦 老公 我忘了告诉你 你的极味腐蚀凝胶 我已经帮你 包带包包你了哦 极味腐蚀凝胶 迅速包覆您的胃 有效治疗溃疡 极味腐蚀凝胶 为您保护 完美融合三大概念车机 Infinity 250 创世诞生 谁能打败武 我就用高价买下他的武馆 我们武馆拼出打 西方武馆 起武球新建 爸爸妈妈说别打了 买房子还是找内行的台庆吧 是的 针对您要的 特别为您整理出这张 台庆抹击报 内行找房 不用页页问 找房真空呼 台庆好内行 台庆不动产 明天开打的士卒赛 大家严正以待 巴西政府砸下100多亿美元 是往常办士卒赛国家的三倍多的金额 可见的什么都要用到最精华的 是王姐听说这一次 士卒赛巴西办科技化 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机器人 我刚以为是这个帅哥就不是 是这个机器人 这么小怎么为安啊 对如果是那个帅哥的话 我要买10台 对不对 那么帅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 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要先知道 这个机器人 它的延伸性上面是很广的 那大家都以为它人形 因为大家之前一直看到了 我们的一个鸿海郭台铭董事长 跟阮银合作那机器人 整个人形出来 有够够够的对不对 就以为在这一次里面 它的机器人也是一个人形 那要让大家大失所望 可是呢 在大失所望的过程中 你冷静的想想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在这一次 我们整个一个市主赛 不但集合到人气之高 又集合到高科技产业 那带给台湾呢 就未来有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就是机器人的概念个股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 在这一次 为什么这个pay bug 那么的一个夯 你知道 它这一次一共动用了17万人 他去做一些维安 安全的功利 然后再过来 30个机器人 去做一些的巡逻 那这个30个机器人 像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图片说 哇 这么败的 跟个坦克车一样 我下面好 我看的 但是你要看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 我们再把它图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 它在跑了 像个坦克车一样 对不对 你居然看这样子 它居然可以拆炸弹 天啊 可以拆炸弹 也就是它那个机器人手背 它的精准度之高 它可以拆 一式炸弹的一些包裹 通通可以拆 而且我发现它灵活度好够 它任何地形都不会掉 不会颠簸 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它可以在整个球场里面 去做一个巡逻 那你可以发觉 它是一个无人机 所以它里面来讲 有装了四个 高解析度的监视器 四台 所以它四台的部分里面 就是整个一个东南西北 它都可以去做循环 所以它要维安 它的那个监视器 也得要智慧性的 请原判 谁是歹徒 对不对 所以它是整个一个有四个 高解析度的监视器 那研判是不是歹徒 不是机器人研判 那就是那个帅哥去做研判 是这样 对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监控的系统 那我们先跟他讲 它的一个大小像什么 大小我刚刚刚刚讲 像个坦克车 看起来很大 错 它其实就跟一个行李箱一样大 因为它在一些的实角里面 都可以去巡逻 尤其包裹是不是都放在角落 所以它只有像个行李箱的大小而已 所以它就是要去能够 在各个一个角落里面去巡航 可是你要知道 它这台机器人里面来讲 战果之辉煌 大家很难去做想象 这样做日本的福岛 核能外泄的事情也靠它 福岛核灾没人敢去派它去 对 就是让它去做一些的解决 因为人如果进去 会受到辐射的感染 就让这个无人机 无人的机器人里面来讲 Paybox进去 然后还有什么呢 它过去里面曾经投入到什么 伊拉克跟阿富汗的战争 也是靠它 它是去那边干嘛 打仗吗 就是说因为你在敌人 我们说以前里面都就有刺猴 就是你的先行的部队前哨 去看敌方怎么样 现在哪要那么笨 就是靠这个小型的机器人们 先去刺探军情 打探军情先告诉他 里面几个人 然后把那个敌军里面的部署什么 传回到影本部里面来 这很重要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它我刚才讲 它这个部分里面 你别看它小小台 它的手背 光是那个手背 在前面的坦克车 像那个炮口一样的手背 可以负重13公斤 这么重啊 对 那我们说那个帅哥可以在什么地方去做 那个远端遥控呢 800公尺以外 就可以做远端遥控 所以我们知道说 在这一次里面的安全度里面上面 它是很高的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要知道 它的一个整个循环的方式上面来讲话 不管是我们做拆炸弹也好 去看所谓的一个各方面的可疑人士也好 甚至去做一些所谓的安全的一个检查上面也好 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已经告诉我们呢 未来我们的科技的一个产业上面 已经要进入到无人的一个世界 甚至科技产业会更进步 难怪那个机器人概念股最近在涨 现在不是只有那个巴西 现在准备好了 全世界都准备好了 日本也准备好了 准备要看巴西氏族赛 边看 然后呢边相亲 这什么东西啊 对 其实我们在这一次里面来讲 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我也很关心氏族赛 但是我更看待的是在这个非常有趣味的一个新闻 因为我在想如果也可以做到该有多好 刚刚瑞涵讲吹嗶嗶对不对 你一面吹嗶嗶一面相亲 哇那是不是很情投意合 我本来吹嗶嗶啊 是以为那机器人会说 嗶嗶嗶往那边走往那边走 我以为是这样就不是 他是那侦查的 你那吹嗶嗶看以后软银的机器人能不能做到 因为要先有人型要嘴巴嘛 对不对 那我们先讲这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它最近在日本非常非常的夯哦 不管是在整个营作 不管是在渣谎 不管是在神户里面来讲 同样举办看氏族赛相亲大会 那这个氏族赛相亲大会呢 基本上而言大约是预计在5号以后 就15号以后 整个日本大战 整个非洲的象牙海岸队的时候也要开始举办了 所以现在还没有 对 因为你是日本人啊 你当然要日本人的 我们说我们都要爱国情操 对不对 就像我们如果台湾有开始出赛 我们也会熬夜看这个意识是一样的 所以跟他出赛那时候啦 对那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大家 我们说夫妻之间一定要情投意合 对啊 兴趣要相当 是啊 那你愿意来看足球赛的话 就表示你跟我一样 我们对这件事情足球赛里面 风靡之程度 未来里面来讲兴趣相投的情况之中 我们才能够天长地久 所以未婚男女23到40岁都可以参加 对那这中间里面分层 一开始呢大家先嗨一下 嗨一下之后呢 再来进行什么 中场的时间再来进行一对一的会谈 那进行一对一的会谈 你可以跟每一个人啊 只要你有报名参加 就可以一对一会谈 会谈之后有ABCDE 有瑞涵有帅哥什么这一堆的 对不对 那像我们看 这边台面上就有三位帅哥啊 那我就要开始一堆一会谈之后呢 我就要开始填印象卡 这帅哥很帅 但是缺点是什么 然后呢 薇泰怎么样 他可是戴了个眼镜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的圣姐怎么样 就要填一个印象卡 我先说一个人只能填一个 不能像淑芳姐一个人填三个 没有没有没有 印象卡可以都填 但是后面那个你才可以填 填的什么 有兴趣的追求卡 这个就不一样了 我们刚才说台面上面有三个 就你把大家印象都写出来 对不对 可是呢 你真正要跟哪一个人来电 那你就要填一个追求卡 这就是部分就是比较重要的 那追求卡就是对有兴趣的对象 填出追求卡 然后可是你狼友情媚无意怎么办 你一定要两个都有意啊 所以这样也如果女无意也配不起来 对配不起来 所以追求卡 我比如说我写了某一个人 那个人刚好写我 来电50 然后就开始了公布配对成功的结果 所以如果我写赵宇哥 宇哥没有写我 我们就没有办法配对百分百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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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就他在球赛结束的时候呢 就会公布配对的一个结果 所以未来里面来讲话 你看配对结果成功的 又有那么多的赛事 那么多运动的一个情势 那你就可以共同的手牵手 去做一些大家喜欢看的一些事情 好 看完这个足球赛 然后就配对成功走出去 不过失离麻烦 我们在座三位帅哥 包括韦泰在内 刚刚结婚 您都没希望了 OK 好 接下来 说到那个各国看世俗赛 非常有趣 除了日本这个相亲之外 我们国内 你有买运动彩券吗 现在运彩赌世俗赛的赔率 雨哥啊 吓人了 这越赌越热越狂热 讲到相亲 台湾人不见得像日本那种疯 讲要赌的话 台湾人就要冲第一 你看那个是运彩赔率 我们先看 把眼睛张大来看 第一个什么 谁的赔率最低 巴西主办国 3.5 一块钱赔3块半 因为大家都赌他会赢啊 对 他也是传统强国 而且地主国的优势嘛 所以在这一页来讲 你看 德国也很厉害啊 之前不是德国大象 投自己德国一票 对不对 你看他赔率 这个一赔五 那接下来看 过去这些强国 你看英格兰 20 一赔20 开什么玩笑 意大利 一赔20 所以你看 欧洲国家 你看除了这个德国之外 跟西班牙之外 你看巴西传统强赛 强对巴西 南美的这个巴西跟阿兰廷 几近第一第二名 所以你看这个赔率 对今年南美洲非常看好 那为什么这次欧洲国家 比较那么没信心 第一个在巴西举办嘛 这森巴五在一跳之后 开玩笑 这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 而且他有主场优势在 我问你 世俗赛开打 真的会跳森巴五吗 开玩笑 你看 这个台湾人 封这世俗赛 有个封我不知道 我是真的很封世俗赛 其实我三个月前 我就跟大家讲 世俗赛 我2006年在美国的时候 我本来要飞到法国 去看世俗赛 所以说这次世俗赛 都是凌晨 台北时间凌晨 4点多 因为时差的关系 时差 巴西 而且也是史上最长 对我们而言 最长的时差的 对 没有错 那你也都会看 那当然 你好辛苦 隔天还要解开股排 可以录下来 或是你可以用网路看 都可以 OKOK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个赔率的部分 你看 还有赔500的 如果各位想翻身 红都拉斯 你去凹 凹伊朗赛 那一赔500 如果凹他拿冠军 但几率大吧 几率当然非常小 可是你去看南韩 你看最下面南韩 南韩我记得在去年 还是在上一阶 还是上上阶 在巴西的时候 他曾经打入决赛 所以不要小看南韩 但今年他掉下来 赔率的一赔200而已 诶 余哥 我听人家说 虽然我不是那么风氏族 可是我看过那个足球赛 你知道那个足球赛 在激烈踢的时候 那很难讲的 球员在踢 可是看的人要怎么样嗨 对 一定要喝酒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赌盘很难讲 要是我就会赌 那个伊朗或宏都拉斯 可是问题是 他那个赔率这么 你这一块头下去 如果我赢 我就赢很大 那一定要 他能拿冠军 不是打入决赛 所以运才来找我代赢一下 那个困难度很高 我觉得那个困难度很高 总之但是 这个赌归赌 你总要找个嗨的地方 因为你要看比赛 刚才鼠方讲 你日本人相亲 他有什么玩笑 你以为相亲 光看四足赛就可以 不行一定要啤酒 对啊 对不对 啤酒他有点微醺的时候 大家这个情绪才嗨嘛 喝了那feeling就不一样 台湾也很多啊 对 还有很多老外 不是去那个pub吗 对不对 你看就是 包含金色山脉 那个啤酒其实不错 那他今天他是说 要去品尝 他免费的蜂蜜啤酒 对 所以这个地方不错 他延长这个营业时间 在台中也有啊 路德威 那他有这个250吋的 大型的投影荧幕 在这种转播 这个厉害了 对不对 当然搭配这个啤酒嘛 这个夏天搭配啤酒 那台北市 在这个 在复兴北轮的地方 一个叫童猴子 那一间他就是 哇 大概我进去里面 他其实 没有说大到不得了 但是那个电视啊 大概都有60寸 50到60寸左右 差不多 我八台到 八台到九台的电视 然后不同方位哦 你坐在哪 都可以看 那除了这些餐厅之外 还没有哪一些 有 大饭店 你想要一点 不要有格调的 台中浮华 那进去来啊 你球迷 你要这个这个 也不叫cosplay 你要穿 球衣入场 所以你要融合那个气氛 那你可以在里面 这个啤酒 还有这个 什么叫瓜拿那 瓜拿那是巴西 一个传统的水果 对 它是一个 巴西一个传统饮料 所以这瓜拿那是一个 这个算是 四足赛当中的一个 算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东西 饮料里面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水果 酿造出来的饮料 瓜拿那 有点酒精 你可以把它 弄得有酒精 可是它喝起来 有一点点 通常带着气泡那种感觉的 还有一个南方庄园 所以你看 那南方庄园 更厉害 在饭店里面踢足球 那个室内足球 Indo Soccer 对不对 那它其实还有 五公 五公顷的绿地 你可以让人体会 所谓这个 这个 这个 所谓十二码的 这个射球 哇 好大的商机 难怪最近 四足赛概念股 你看那四足赛概念股 股价 红通通 不是只有今天 红了好几天 所以有没有 四足赛概念股 还可以再续涨吗 其实我提醒大家 四足赛概念股很多 我列出来这个 这个族群 我们看到族群就好 其实族群大家要知道 第一个电视 大电视 第二个来讲的话 机上和 这个部分 甚至像宽平 这个部分 刚刚蜀方有提到 像和亲控这种 这都是属于 这个连接 这个部分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你真正要注意的是 四足赛之后 从现在开始 到结束之后 哪一队如果拿冠军 他的球衣会大卖 所以球鞋跟球衣 它才是延续比较长的 因为电视 事实上该买都已经买了 所以像宝城 营收创新高 丰泰这个营收也不错 而且他们这些 都在相对低机期 那像东龙兴 红远 东龙兴的乳虹来讲 基本上已经达年线部分了 我觉得安全 而且大家之前在担心 这越南概念股 我就跟大家讲 你不用担心 他们跑不掉 因为这个所谓 未来越南概念股 绝对是 绝对台湾纺织业 唯一出路 我就觉得台湾 真的是厉害 我再来说 要注意一下 资金是不是转到的传产 我们国内 做仿先的 做鞋子 国际卖的特好的 市占率也很高 掌握一下也追踪 那么明天看盘重点 首先应该要看一下 美国股市的一个变化 市场内够持续在创新高 因为最近其实 我观察到台北股市 连盘中的一个走势 跟Temper 都跟美国股市很雷同 美国股市拉尾盘 台股也是拉尾盘 所以其实第一个 美国股市能不能实际 创新高 第二个 成交量的部分 成交量能不能够 温和往上去进行一个扩充 毕竟在绝对台湾 买点池上 一定会有一些人 想要去进行一个 卖出动作 如何利用成交量的 缓步放大 把这个短信上面 套到一些筹码 给它去做消化 是一个另外一个重点 第三个就是 店头市场连去两天 都是在尾盘 出现杀尾盘的一个惯性 能不能够在明天 获得有效的改变 那么当然指标股的部分 人气指标非常重要 包括像低运股当中的 华雅科 台积电 真的包括像是 面板双股的部分 都是明天的观察中间 维泰说得真好 美国股市评创历史新高 还能够在创新高吗 麻烦锁定待会的 夜线新闻 今天晚上的欧股 压力比较大 与您做点掌握 当然更要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Aldi Q3 刷新里的动感体验 Q3 1.4 TFSI全新上市 第二副低头款 限量优惠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这个时机 在夜市里不够 也是一种幸福 吃了吃不到脆饭 整夜都在靠咖啡来提示 不然就像三个半年 阿女哥会小心了 好感觉 几位不试定 我都给你缠编编了啦 为时到逆流 几位不试定 一定搞定 LINE 命对威胁 只能静静等待 或是团结 奋力一搏 为了自由 将领人奔跑吧 全新地图 净奶造 老家人家都行 早上六几点就出门 喝湿湿湿湿 六尼泊来 现在白白富富的 哦 比如说你会车上了哦 照车时间等 到达又前拍盖 三等 我没见效 来啦 我现在都传极位不试定 为时到逆流 极位不试定 一定搞定 嘿 Hurry up Your turn 看 我静在车上了